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按照饭团们 今天在我们的厨房里面将会见证一场跨越南北的厨艺四手联谈 让我们有请大厨和民间高手登场 有请 哈喽 你们鱼不够可以找我们要就两人非得抢抢抢 一条鱼分成这样 今天我们要想办法做一个一条鱼 用不同的动法来呈现 就是一条鱼两双手四手连弹 就出不同的味道了 没错 介绍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刘惠宇 那么其实我的种植是一名城市规划师 今天做的这个菜就是叫番茄惠鱼架子 我们南方人可能就是对各种的食材 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用法 等于说是物尽其用了 对 是吧 那您开始弄吧 这个您能请大厨来办个忙吗 把它给大谢八块 大谢八块 好嘞 我拿我自己的套吧 行行行 你看这套 纯牛皮包装的 太帅了 纯牛皮的 就是剁成大概有多大的块吗 我呢就需要鱼头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小条鱼鸡骨 因为我们南方人吃鱼市场上买鱼分的比较细 对对对 像鱼头会单独卖 没错 然后呢鱼骨也会单独卖 因为每个部位它就有不同的吃法 你像我们 刚才你们在换点抢鱼 您忘了介绍自己吗 给慧鱼 对忘了 对 慧鱼姐姐好 叫谁姐姐 可以叫妹妹吗 你看长相 是长得比较老 大概要多大块 六七公分吧 咱们选的这个是草鱼 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个草鱼做呢 草鱼的话 一个它个比较大 一般这种鱼 做鱼骨的话 不能用太小的鱼 不然的话 它的骨头可能就 一个比较小 第二个就做起来 容易烂掉 人家做这道菜只要骨头 对 那我就开始烟了 来点 酱油 一小半勺的糖 胡椒粉可能是需要的 盐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一般你像您在广州吃海鱼 有时候会觉得说吃荷鱼的时候 吃鲤鱼啊草鱼 会觉得有一点点土腥的味道 我们就是说像草鱼的话 其实南方人并不是很介意它的轻味 会比较介意它的那种泥土的味道 主要是把它的泥味去掉就可以 然后您刚用了米酒 用了白胡椒粉 然后来给它去腥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给这种和鱼去它吐腥味 主要还是看你怎么吃了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蒸的话 比方说用葱姜 还有就是蒸鱼的时候加点柠檬 加点白醋也可以 都可以起到取腥的作用 那个鱼就烧烟一会儿 好 下一步呢就处理一下咱们要用的番茄 有糟吗 来 谢谢 黄十字 然后等它的时间咱们可以再处理一下姜 姜 对 来一块小姜 比方吃姜会把皮去掉吗 会啊 我们姜是暖的 姜皮是含的 就还是要把它去掉为好 除了姜片 再来几颗的大蒜 起个锅的时候 需要 它现在就可以了 呀 它皮自然脱落 谢谢 谢谢大蒜 这么大的 可以 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的这个皮给它去掉 包掉 非常容易 然后呢 稍微把它改改刀 这一块呢 我们就其实用一些冲段 对 好 那么我就开始 可以开始做了 做这道菜 那这个呢 就是先把蒜跟这个香片先入锅 我们也叫爆香吧 稍微的提起味道 一个是去腥 然后一个呢 其实我们那边传统吧 就是先放点姜 鱼感觉煎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糊 这个汁不能先不能放进去 刚刚我又讲的一个特别奇特的理论 就是在煎鱼的时候里面先爆个姜 鱼不会糊 有没有那些道理 可能有科学道理 但是实战经验来说呢 不是特别的好 其实也还是会糊 就是你的火候要掌握得比较好 才可以 因为我知道饭大厨也是擅长做粤菜 然后您平时做饭的时候 做鱼的时候 怎么让它不粘 我们主要还是靠锅和火力的控制 还有就是像煎鱼这种东西呢 首先来说我们注意 如果整条鱼尽量给鱼皮面朝下 而且煎鱼不是热锅凉油 是热锅热油 油烧到六七成热以上再去下 我觉得它这个做法现在看起来就像生绝 没错 就是那个绝这个字 它本身在汉字里面查的话 它这个字不读绝 但是广东会读绝 口子旁一个折 记者的折 就读折吧 对 就读折 它是地方方言 地方方言是跟它的声音有关 就是 对 对 然后会有那种绝的 嘰嘰嘰嘰嘰嘰那种的 对 能麻烦你 加点水 其实原来我们腌的这个 那边有水 那边有水 好够 为什么最后稍微的加水来焖一下 因为它像这种扣的部位的话 它会不熟 稍微的会再焖一下 所以说你这个菜用到了 煎 焖 煮 这反而体现了就是广东家常菜的一个精细 它也不兴其用 骨头这些才对手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番茄 稍微的焖一下下 其实焖的时间会特别短 这个番茄呢 主要就是感觉上 因为它颜色比较单调 加了一点点酸的东西 它会更丰富一点 有点红色 有点绿色 咱们这套菜其实就差不多了 大叔 麻烦您碟子吧 碟子 这要出锅了呀 这么快 就在这儿先挖 可以 番茄其实不用了 它在里面很久时间 不用不用 因为它太久的话 它会出水 出锅前 稍微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刚才的这个葱花 其实好像用得上 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您再加两段绿色 它就更好看一点 好 这个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开始吃呗 好吧 开始吃吧 它就是一个咸香味 还行 真的非常行 因为它有那个焦焦的 特别的香味 野味 然后能吃出非常新鲜的 番茄的味道 好吃 确实好吃 肉非常嫩 非常滑 然后呢 油油的香 对 对 它香 比如说它这里面 有一块很油的部分 那块特别特别的香 我刚刚就吃了一块 非常滑 但是油油的感觉 对 在这个调食品 还行回家吃饭 你又知道 有广东家常特色的 番茄 惠 鱼架子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鱼架子呢 就用草鱼的鱼骨头 骨头包括鱼头 还有鱼脊骨的那一部分 腌制好的鱼骨 放进去 煎 可以把那个汁先留下来 煎到大概 两面青黄 咱们今天我们是四手连弹 人家已经做了这个了 您接下来要两只手 给我们做什么菜呢 今天不是剩鱼肉了吗 那我们今天就物尽其用吧 好 我们分成两道菜来处理它 把鱼肉做一道菜 然后我们拿鱼皮来做一道菜 鱼皮好像在家里面 大家是很少会去用的 我们既然提到了说 广东人的这种鱼是分开卖 分开吃的方式 那我们就索性就做到极致 你看我的鱼皮打得很厚啊 就是说留了一层肉在上面 因为我们是要单吃鱼肉 您刚砍一刀 把手指头扣里面 是什么意思 不划 从中间给一刀 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 这个鱼皮呢 先不用管它 这边我们再把鱼肉 先把它做出来 凉拌鱼皮是广东的一个小吃 对 特别好吃的一个小吃 但是我没有做成功过 煮的过程 然后它一出来 就烂掉了 一个在广东生活了几十年的人 就是不知道这鱼皮怎么做 没想到来了一趟北京要学会了 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道菜 用鱼肉 今天我做一个很北方的菜 锅他 锅他的方式 锅他鱼 锅他鱼真正的有名是山东菜 锅他鲁鱼 整条的去锅他 咱们今天是锅他的鱼片 对 而且呢 今天这锅他鱼片 我还在方式上有创新 可能我就说 我的优势啊 我觉得啊 那个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我学过北方菜 也学过南方菜 也可以这么夸自己 这个我们先把它腌一下 我们放一点盐 我还想问大体一个问题 你把它切得这么厚一块 就鱼肉的话 会担心它的骨头吗 你看我是这么横片下来的 它的刺口变成很短 就是在我们吃的时候 咬咬就没了 而且即使你不小心 没有把它咬碎的时候 把它腌下去的话 它这么短 它是不会挂在 对对对不会卡到卡到我们 所以跟刚才的刀工也有关系 对跟着切法也有关系 我们把它抓一抓啊 就放在一边 但是我们南方的话 对鱼片的要求还是很高 会很挑剔 师傅 就是我们到饭馆 去吃鱼片的话 你在你挑 那看是怎么吃 如果说我们拿这片鱼来说吧 如果说广东师傅去鱼片 肯定是这样的 先这么改刀 比方说我们生之鱼球 它是这样下的鱼片 然后如果它要是今天做一个鱼片粥 它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要夹刀片 这很薄 对 它是一种夹刀片 根据它不同的做法 它也会去用不同的刀工来做 刚看完这刀工之后 还挑吗 不敢 好 我们的水开了 也是要一点点的葱姜 割点葱和姜 对 然后呢 鱼皮放里边 用一点白酒 白酒 这个是贴皮肉 我们今天又吃那个贴骨 贴骨肉贴皮肉 对 人的舌头多么的挑剔 纯的一口一口的鱼肉吃 觉得不香 贴点骨头贴点皮觉得香 对对对 刚才加的是冷水 我要让水温现在回到七八十度 不能开水 废水 对 如果你说鱼皮会烂 我相信你就拿滚水去 哦 它卷了 对 而且你看这个鱼皮马上有点半透明状了 这个就好了 我们需要冰水 哎呀 动着 为什么刚才既不能用开水去背鱼皮 同时要立马放到冰水里面去 第一 不用开水呢 就是它鱼皮很薄 如果你开水去滚就很容易烂掉 第二来说呢 因为我们不想让它再继续保持温度 而去影响它的这个口感 我们就迅速用冰水砸 嗯 然后马上回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哦 也就是说让鱼皮爽脆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了 好 它再也不是 冷月 我们用点配料啊 哇 一定要切到这么细啊 看到了这个我再提升一点 木瓜丝 今天我们的口味 其实现在看起来有点接近世道的 感觉东南亚菜 对对对 今天就是想做一个东南亚菜 刚刚不是已经割了柠檬叶了吗 还为什么非得割柠檬呢 柠檬叶是增香 柠檬是提的酸味 当然都是柠檬的味道 对我们拿个筷子拌一拌 好了最后再加一样东西 就是橄榄油 挺香 那现在我们就来准备下一道菜 那个鱼肉 我们用到一个特别的原料 这个吗 对就是它 豆瓣酱 豆瓣酱 本期节目使用的豆瓣酱 是由皮线豆瓣公司提供 皮线豆瓣川菜之魂 今天我这个菜 我要说用锅榻的方式来做 然后我们用的是鱼香味 鱼香有一个窍门你知道吗 鱼香料 我不知道 鱼香料的葱姜蒜的比例是321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鸡蛋 再多给我一个碗吧 因为今天我们要用锅榻 我想让它做得漂亮一点 锅榻就要充分的利用鸡蛋 然后让它盛销 对 然后为了让它好看呢 我就是多用一点蛋黄 我是想用两个蛋黄 一全蛋 因为你要是纯蛋黄的话 会太黏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只加一点盐 这个是要用来做包姜吗 对包姜 锅榻菜呢 它是一个烹饪方式 其实为什么叫锅榻呢 它是在锅里面先煎 然后呢 再去溜汁的一个过程 而且今天的锅榻菜我们有点创新的地方 就是传统的锅榻菜是用煎 今天我们改成炸 炸完了之后 我们再用同样的方式来做 现在我们油温到五六成热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开始蘸粉 就像炸 对 下锅之后它马上就一起了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个锅里边我就不再放油了 您猜一猜 就是现在那油炸完之后 那个在我吃起来的部位油里面会有很多油 应该还好 这个豆瓣酱一定要炒出香味 如果传统的川普菜来做这个的话 一定要炒出红油 今天因为我们油少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锅边上这一圈 说的油也是红了 然后我们就加刚才说的321的葱姜蒜 现在我们用一个广东菜的方式 水爆料头 好香 广东菜为什么说它的油少 就是水爆料头 所以我们勾建 水爆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一点点底油 然后葱姜蒜放进去 因为没有油 它会干嘛 炒不起来嘛 它会加一点水 然后大火去炒 然后用这个水器 把这个葱姜蒜料头的香味爆起来 所以叫水爆料头 所以当油少的时候 同时又想让底料 葱姜蒜 香 然后可以用您这种水爆的方式 对 水爆的方式 健康 鱼香 肯定不喝少的是汤 和醋的味道 香油 我们今天用的就是香醋 应该是 大概其实醋和糖的比例是1米1 你今天确定要炫吗 就是要翻大翻勺 锅他必须要翻一家 不翻的话 怎么叫锅他 你确定能够 真的吗 来啊 你一言不合就开始翻勺 你是在炒 刚没有掉出去是吗 肯定不会啊 就是如果是那种 您真正的炒的大勺 真的就可以 而且它就是最后 就是刚才我们经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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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